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首先,我们来看一则有关南中国欧洲企业信心的报告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 南中国的欧洲企业在收入和盈利方面都出现了下滑 近40%的售房企业表示 2023年的收入比2022年有所下降 这一趋势被认为与生产能力转移和香港的灾出口角色减弱有关 企业还反映在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方面遇到困难 对外资企业的待遇也持负面看法 接下来我们转向菲律宾的一个小镇 圣安娜 这里因靠近台湾而成为美中竞争的新热点 美非增强房屋合作协定 使该镇成为两国大规模联合军演和防务物资预制的地点 美国在当地海军基地增加了存在 而中国商人则经营着赌场和餐馆 当地居民对美国的存在有不同看法 有些人认为这是对中国影响力的一种心理平衡 但也有人担心台海冲突的风险 最后我们来看印度总理莫迪的最新选举动态 莫迪在最近的选举中失利 这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 尽管印度的宏观经济表现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莫迪未能推动重要改革 加上印度人民党的政治资本减弱 可能会削弱投资默买股票的理由 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显示出解决其房地产危机的激起 这可能会吸引资本回流到中国股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 根据最近的调查结果 欧洲公司在中国南部的信心低于全国其他地区 分析师认为 这种差距是生产能力转移 和香港转扣角色下降的直接结果 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咨询公司 进行的年度调查发现 南部地区的会员公司收入和盈利能力明显下降 近40%的受访者报告称 2023年的收入较2022年明显下降 17%则表示收入大幅下降超过20% 相比之下 全国其他地区的收入下降幅度仅为0到10% 南部地区约32%的收房者表示 2023年的税前利润较2022年下降 而只有26%的收房者对未来两年的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 深圳当代观察研究所创始人刘开明指出 近年来许多欧盟企业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西北和北部 甚至更多转移到东南亚 此外,香港转口功能的显著缩减也影响了南部地区外国企业的业务 南部地区的企业还面临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的困难 超过一半的收房者报告了这一问题 由于现有的监管负担 企业在转移股息、投资、市场扩展和人才保留方面也遇到了挑战 南部地区41%的收房者在过去几年中遇到了将股息转出中国的困难 全国范围内,经济放缓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55%的收房者表示担忧 南华早报 菲律宾东北部的圣安娜小镇人口仅有4万 但在其美丽的海滩和闪亮的赌场背后 却隐藏着美中俩超级大国角力的紧张局势 圣安娜和拉洛是卡加沿省的两个市镇 位于旅宋海峡对面的台湾附近 根据美菲墙防务合作协议EDCA 这两个市镇被列为新的军事基地 美菲可以在此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定期轮换部队和预制相关防务物资 自2023年中期以来 在马尼拉允许美国进入4个新的军事基地后 圣安娜成为中美利益的交汇点 美国在当地海军基地增加了存在 而中国商人则在经营赌场和餐馆 卡加沿省省长曼努埃尔曼巴反对该省加入EDCA 认为这可能将菲律宾脱入与中国的更广泛冲突 卡加沿的地缘战略重要性 随着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升级而增加 虽然巴丹群岛是菲律宾最北部的省份 但卡加沿作为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心 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 卡加沿的战略位置使其在旅宋海峡冲突中成为潜在的热点 当地居民对安全问题表示担忧 尤其是在台海冲突爆发时 南华早报 全球投资者目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印度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能否学到新招数 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在最近的选举中遭遇了所谓的谦卑挫折 有莫迪疲劳的说法浮现 对投资者而言 莫迪在选举中的失利可能对中国有利 近年来 莫迈股市一直是上海和深圳市场大幅下跌的受益者 自2021年达到峰值以来 中国股市损失了约7万亿美元 相当于英国经济规模的两倍 意大利经济的三倍 莫迪的经济改革被认为是印度经济腾飞的关键 但他在土地、劳工、税收和法律系统方面的改革仍未完成 莫迪最大的经济失败是就业增长不足 这已经开始困扰他 由于BJP未能获得绝对多数 必须与盟友组建联合政府 这些盟友可能不太热衷于经济改革 更倾向于民粹主义之处 与此同时中国似乎在解决房地产危机方面取得进展 这可能吸引资本回流中国股市 虽然莫迪的改革议程面临挑战 但中国的经济复苏措施 可能使得投资者重新评估中印两国的投资前景 南华早报报道 全球投资者愈发看好中国的二级四目股权市场 原因在于美中紧张关系和市场低迷压低了估值 第二 Capital的管理合伙人弗雷德里克·阿泽马德表示 通过购买和出售现有的投资者承诺 全球投资者可以获得多样化且更成熟的亚洲市场 包括中国的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机会 去年中国的二级四目股权交易量同比下降28% 达到740亿人约合102亿美元 部分原因是激素较高 长期来看 这一市场增长迅速 2022年、2021年和2020年 分别增长了53%、153%和39% TPG NewQuest的创始合伙人宁明表示 现金充裕的公司不需要融资 这使得二级市场的估值更具吸引力 瑞士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资本 也看好中国的二级市场 尤其是来自亚洲和中东的投资者 尽管如此 投资者对中国仍保持谨慎 并且国际资金尚未大规模回流 李敏还提到 许多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正在出售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资产 这位市场带来了更多机会 CNN报道 香港的计程车司机因不满政府 未能有效管理Uber 开始进行自发的卧底行动 来抓捕非法的Uber司机 然而 这些行动引发了公众的反感 乘客们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对计程车司机的不满经历 包括粗鲁的态度 拒载和在暴雨和台风期间乱收费 这些反击行动导致计程车司机成为批评的对象 甚至有人BOSS 竟举报违法的计程车司机 香港特首李家超 呼吁计程车司机保持冷静 避免自发行动 香港的计程车司机认为 Uber司机不需要支付昂贵的计程车牌照和保险费用 这对他们不公平 Uber在香港推出了Uber Taxi服务 希望与传统计程车共存 但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仍是个挑战 南华早报报道 台湾一名女子因为担心自己购买的中药材 是塑料制品而陷入恐慌 这些药材在药酒中浸泡了十多年 散发出塑料气味 让她怀疑自己被骗 专家检查后证实这些药材是真品 流血煤花费8000新台币 约850美元购买了这些药材 包括东虫下草、硅甲和海马 这些药材在中国文化中被认为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留在清洁容器时发现这些药材仍然保持完好形状 并且触感异常柔软 甚至在用打火机烧时散发出塑料气味 经过专家检查后 确认这些药材在酒中浸泡后 确实会变得像塑料一样 刘对此表示感激 并表示幸运没有丢弃剩余的药酒 网上观察者对此事反应不一 有人质疑检查是否使用了同一批次的药材 也有人认为伪造这些药材没有必要 CNN 纳伦德拉莫迪成功赢得了第三个总理任期 这次选举结果为他和他的印度人民党提供了继续提升印度国际地位的机会 莫迪在全球舞台上提升了印度的影响力 尤其在气候变化和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上 然而这次选举结果也暴露了莫迪和BJP的弱点 他们未能获得预期的绝对多数 必须依赖联盟伙伴族裔建政府 莫迪的胜利意味着 他在未来五年内将继续处理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核武邻国的复杂关系 尽管如此 莫迪的国际雄心 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 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祝贺莫迪胜选时强调了美印友谊的重要性 两国在地区稳定和国防合作方面有着共同的关切 然而莫迪领导下的 印度在国内被从削弱公民自由和边缘化 穆斯林少数群体 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美国政策圈对印度的看法 Nickey Asia 澳大利亚电子舞区场景蓬勃发展 艺术家如Logic Chen Haiku Hands Golden Features和Dom Dola吸引了国际关注 莫尔本DJ和制作人Dom Dola 因歌曲New Gold 获得2024年格莱美奖提名 并与加拿大歌手Nelly Furtado合作的Eat Your Men获得加拿大猪诺奖提名 澳大利亚在2023年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音乐市场 仅次于德国和美国 电子音乐行业的全球价值从去年的101亿美元增长到118亿美元 技术屋 旋律屋 非洲屋 和鼓与贝斯等风格最受欢迎 澳大利亚的电子舞曲繁荣也反映在亚太地区 尤其是在COVID-19封锁和旅行线制解除后 尽管J-pop和K-pop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 但南非的Emma Piano音乐和亚买加的舞厅音乐 在俱乐部中展露头角 澳大利亚的电子音乐家们 如Dom Dola和Golden Features 通过复杂的层次化制作和高能量现场表演 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五年后 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议运动的参与者们 正在努力重建他们被打乱的生活 28岁的Wilson 在2019年夏天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示威活动 见证了暴力冲突 并设计了宣传抗议的海报 然而 随着北京在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 他和朋友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谨言盛行 许多人选择移民 香港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政府描述这是从混乱到秩序的过渡 但许多年轻抗议者感到无所适从 大学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呼吁政府采取措施 帮助这些年轻人重新融入社会 并提供复苏的机会 然而 香港社会的冷漠和脱离感正在加剧 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 许多人对当前局势感到困惑 不知道如何找到出路 尽管如此 政府和社会需要努力 避免让居民感到被边缘化 而是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南华早报报道 曾经交给被欺负的孩子们一句话 棍棒可以打断我的骨头 但名字永远伤不了我 这种臣服的反击 试图掩饰因不受欢迎的标签而带来的深刻痛苦 被习惯性地称呼自己不喜欢的名字 确实会伤害人 有些曾经普遍的种族术语 比如对华人的chink 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提及 甚至无法印刷 对许多依靠政治正确理论构建世界观的人来说 种族主义术语通常被误认为是白人 专门针对其他种族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反方向也有很多不雅的称呼 比如Jab Jung 曾是香港对欧亚混血社区的常见称呼 一直混合种族 杂种也是一个粗鲁 但有时并非不合理的标签 早期的香港种族混合和私生子是同一词 使得这个词成为准确但冒犯的描述 鬼老及其女性版Gwaypo 和儿童版Gwayjai和Gwaymui 仍然是香港对欧洲人的常见种族主义称呼 这个词字面意思是鬼或恶魔 是通过不断使用而被正常化的种族主义术语 更古老 字面意思是外国恶魔 源自粤语中对中国人的称呼是人类 而其他人则是恶魔 在澳门、香港、解放前的上海等地的本地葡萄牙人 对来自葡萄牙的葡萄牙人有许多称呼 其中牛臭是澳门人中占主导地位的称呼 澳门人对他们认为低于自己的人也有自己的称呼 比如Ostinensis中国人和Chino Rico富有的中国人 在香港以及解放前的中国其他地方 欧亚混血儿通常称欧洲人为纯种 而他们自己则被悲哀的视为被污染的 因为他们的混血背景 这个标签可以是讽刺的、挑衅的、嘲讽的 或者介于两者之间 另一个敏感的术语是针对那些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背景下 渴望获得欧洲地位的人 那些能够成功伪装成没有亚洲血统的人被称为通过 而那些不能做到的人则悲哀地说他们不能通过 在印度次大陆、半种族以及黑白混血和十二安娜 印度卢比曾包含十六安娜 十二安娜代表四分之三 是印度人对因因混血儿的常见称呼 在和属东印度、现代印度尼西亚 混血的印尼社区称完全是荷兰血统 或看起来是荷兰血统的人为Talk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oot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